下个月就开始 你说说 这怎么办 爸 我和杨师傅都报名了 下个月就参加烹饪大赛 您可得好好教我们 杨师傅参加比赛还行 就你这两下子 差得还远 就您说我不行 其他人都说我还行 老爷子 要说您的菜啊 我跟芬还没学到下 它倒是真的 比如 还有那道乌鱼蛋汤 还有那道酥燥肉 是 爸 有几道菜我们没学好 不过那也是因为 您没好好教我们呀 反正你这两下子呀 去参加比赛 悬 我把话搁这儿 你这个庄家蔡老板 我的儿媳妇露脸 要是没露好 丢的可是我的脸 好 我看看你 有个人在西道上 你有空 你带故事 他有空 一 URLs 帮我找你的 你带故事 你带故事 我带故事 这个呢 我也看出来了 我妈还以为 我们总扣着老爷子 不让他回去呢 那天啊 还说了我 老爷子在这儿呢 确实能帮咱不少忙 不过他都这么大岁数 你这做儿媳妇的 就这么似乎那你老公啊 哪天给老头儿 累出个好歹来 你醉味都大了你 这个我也知道啊 我也知道万一 老爷子累出好歹 我这 没法做人了 你说是不是 那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啊 范儿 你既然问他这儿呢 有句话啊 我都不能不说了 你说 你看啊 老爷子就是现在早了 咱学的这菜也够用了 要想把老爷子那 宫庆菜学到家 以后咱不能 自己开发新菜 那就得着你公众那本老菜 跑 你别多想啊 我可不是那意思 那天是你说的 你说老爷子手里藏着一本 宫庆菜的老菜谱 我是一厨子 这种事 你一听着 客心里了吗 这有啊 梁师傅 我不管你说啊 这事呢 我咋就想过来 那 那我回头 我再想想办法 也只能这样 妈 您在干什么呢 刚给你爸吃了点面条 吃完歇什么 我帮你啊 完了 别再遭一双手了 爸还咳嗽呢 可不 我就说是大道上的油烟子熏的 还不承认 福儿 我早就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这都一个月过去了 可你爸还说你们没出途 你们是不是学得忒满了 妈 不是我们不想出途 是爸真有绝的 到现在 爸还留了好几手 没交给我们呢 这事 这个 您还记得 爸有道拿手绝活 是乌鱼蛋汤吗 好多老师可都知道 你爸这道汤有绝的 我也没喝出什么新鲜的 就觉得 比别人做得爽口罢了 其实那道菜啊 我们学了很久 但怎么都做不出 爸的味道 后来还是杨师傅发现的 爸往那汤里啊 放了一种特殊的酸料 但是这酸料怎么做的 爸到现在都没交给我们 是吗 其实并不是我不想让爸回来 也不是我们偷懒学得慢 爸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我嫁到庄稼 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庄稼人 可是爸到现在 是不是还是觉得我是外人 这老爷子 还留一手 也忒过分了 妈 您别急 我觉得爸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肯定是还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跟杨师傅呢 想去参加电视上的烹饪比赛 如果我们进了副赛 那老爷子可能就没得说了吧 你为了让你爸福气 你要到电视上做回菜 我知道爸的年岁高了 我也怕他累出了好歹 要是这样的话 这哪个根劲儿还不吃了我呀 我在您这儿也不好交代 所以我想参加电视大赛呢 一个是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庄稼的厨师 第二个呢 也是为了让观众知道 我们庄稼菜 然后认识一些行业的高人 跟他们多学学 其实最主要的 我也想看看 我是不是像爸说的那样 到现在为止还什么都不行 瞧着心思冻的 行 你爸这庄稼菜呀 以后差不了 得 这点事我明白了 你呀 好好到电视上去做回菜 让你爸服了气 然后乖乖给我回来 妈 其实 妈 妈 我就跟您明说吧 爸要是回来了 我们那庄稼菜 要是想继续发展 能不能把爸的那本老菜谱 交给我来保管 您看啊 那个我要是拿了爸的老菜谱 上课会做的菜 我都能自学 我这做得好 这发扬光大的是我们庄稼菜 我要是做得不好 丢的是爸的人 福儿 这件事我怕了 我知道您为难 但是您跟爸好好说说 行吗 你别说了 这个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久不见 老大 没睡好啊 睡好了 你这 这 这磕死苍江啊 我在运了运工 你看看 这一宿都没怎么磕死 还没磕呢 这一宿磕的 磕得我醒了好几回 你胡说 我要是咳嗽我能不知道吗 你要知道就好了 每天在馆子里累成那样 回家囊床上就过去了 你还能知道什么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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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骨头的酸料 就是这拉秧小酸黄瓜 爸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连个动静都没有 跟做贼似的 你才跟做贼似的呢 鬼鬼祟祟的 还跟家咽上小黄瓜呢 这就是你做乌鱼蛋汤用的料吧 厨生的事啊 你甭问了 这点事啊 还跟家里干上了 干吗不拿到管子里去咽去啊 爸 穿背止咳露 您赶紧喝了啊 喝 喝 喝什么喝 就冲你弄的这个 得了肥腦才好 妈 我爸弄什么事了 你妈呀 一早上起来呀 就跟我这儿犯神经 说话阴阳怪气 连挖苦带损的 就因为我咳嗽了几声 没听她的话 妈 我爸还咳嗽着呢 您说您 他不听话呀 昨晚上又溜溜咳了一宿 又 这可不行 那咱得看着她 今儿哪儿也不能去 我爸还咳嗽着呢